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今天是有胜和瑜伽 为您送上国内股市最新动态 是那同时呢 我们每一期的节目 也会有专业的分析师 为你深度的解析股市 带你了解总体经济 以及股项的一个走势 轻松动息市场的先机 又到了每个星期一 关心股民的身心灵时刻 我觉得美国上周 不少大型的银行 都公布了他们最新一季的财报了 所以也是刺激上周美股 连续多热其实都走高 像是上个星期五 美国的股市更是收在 三万五千点之上的关口 单单到穷指数 便上涨了超过四百点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因为我们很久 没有在美国股市里面 看到有这么高昂的一个涨幅了 上周已经是美国连续两周在走高了 主要我们看到 来自美国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 业绩是十分的强劲的 所以说给第三季的财报季节 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虽然说投资者在接下来 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些 供应链干扰的问题 还有整体股物及物价上升的 这个问题之外 其实大家还是蛮期待的 因为究竟这一次的经济复苏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效应 是的 随着国际股市年轮走高 我们也看到马股涨幅 也是相当凌厉 像是能源股 复苏股的带动下 上周马股更是一度 站上1600点的关口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现象 就是来到1600点的关口的时候 那一个的套利潮 然后就出现了 你就看到上个星期四 我们好像就失守了1600点的关口 在星期五的时候 也是没办法再度攻上 所以本周到底有没有机会 再攻上1600点的呢 我相信也是每个股民 都受惠关注的问题吧 对 也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访问的一个重点 究竟我们的分析师 对于马股的展望 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的 好的 那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 国内外重大市场的消息吧 本周其实美联储FED 他们就公布了 那个Table的首次的路线图 大概可能会在11月中 或是12月中的时候开始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开会 明确的谈到整体的缩减的QE 还有Table的路线 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像是每个月 他们便会缩减购买 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那如果经济整体的复苏 是保持正轨的话 可能会在明年年中左右 就结束这样的Table了 可是Yoka我比较好奇的是 结束Table就代表 那一个的声息就会来了吗 其实我个人的说法 我觉得不代表一切 但是从美联储那里的一个声明 就他们有不断的在强调 说不要看我们现在 一直在推进Table的进程 但是这跟美国加息 是没有一个直接的挂钩的 但anyway 他们在上一次的会议当中 其实有发布了一份点证图 当时就看到说 其实有过半的官员 是支持美国明年要加息的 原来是这样子 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的经济的 全球经济的老大 还有老二 中美两国 他们就公布了物价指数 也就是PPI 还有CPI的数据 像是美国9月的PPI 其实是比去年 同比是上涨了8.6% 中国更是相当的夸张 已经来到两位数了 是超过10% 那我觉得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其实还是在于 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 像是煤炭 原油 最近的价格 相信也是看到很多的新闻 都提到这些的能源价格 不断的上涨 其实也是影响到 整体的生产成本 其实是不断飙升的 是 那来关注的朋友 可能会更加关心的 就是到底这些能源产品的价格 不断飙升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这些cost 它最终是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的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 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非常生气的体会了 像上个周末 到外头去消费 吃顿饭 我都觉得说 整体的开销 是比在我们封锁之前 还要高出许多的 至少我觉得那个商家都涨了20% 对 尤其幸运市场 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从东京的瑞士牛肉饭 到伦敦的炸鸡 其实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这些食品是不断 价格不断上涨 在我马来西亚有时候 最有感的就是在公司楼下 拿些人嘛对不对 对啊 公司外面的拿些人嘛 哇 突然涨了50仙 我就觉得怎么回事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 每一次涨价的时候 都会发生一个的问题 大家就会觉得油价涨 然后它就把那些价格突然涨了 可是很多时候 它可能并没有直接冲击到 整体的马来西亚的能源的市场 但整体的国际市场的趋势 它反映的可能会是一个通膨的问题 这也对很多的商家 还有生产商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 是尤其是那一些进口商啊 如果是卖外国的商品的话呢 其实整体来说 那个物流成本就要高很多了 那自然东西来到我们的手上 就贵了好几倍 那个东西 那再来回到我们国内的游戏方面呢 零售业在新年的这个季度 是不是要迎来一片春天了呢 因为这种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都知道说零售业是非常的不如意 如果还没有转型 非常依赖那个零售生意的话呢 其实在去年呢 我们看到说呢 业绩是受到重伤 暗年萎缩了16.3% 当时呢 这么惨的情况呢 是87年以来第一次 才有了这个情况 那在2019年呢 我们看到当时呢 其实也只是暗年微增了3.8% 那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呢 其实有分析呢 就相当看好了 就是说 有望在接下来呢 会有8%的一个增长 甚至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呢 可能会有12.7%的一个增长率 那来到明年呢 其实基本上那些分析师呢 是非常看好的 就觉得说 基本上全面复苏是没有问题的 是 我这一本期也是非常期待 就是零售业整体的复苏啦 加上我们现在的经济 整体已经是逐渐开放了嘛 然后整体的注射疫苗 也是相当的理想 逆世纪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迎来 这样的一个 报复性反弹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说 整体的消费呢 我想 目前的消费者 是还没有特别的去感受到说 东西变贵的这个事实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可能还处于 那个喜悦当中 觉得说 我现在开放了 我可以出来 然后我就要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可能之后就是 买下买下 我们就觉得说东西是不是 开始越来越贵了 就开始面对这个现实 那再来呢 我们 这一周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 大家也要持续关注哦 就是在这个月底 就是10月29号 这一天即将发布的 这个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 究竟会不会带动到 我们的马股持续的上涨 那我们看到说呢 在过去一周呢 外资呢 是已经对我们有同时 希望了一样 你知道吗 他们开始回来了 是 所以呢 在上周呢 马股的长势是非常傲人的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就是我们要接下密切的关注 到底KLCI 有没有机会 在这一周突破 这个1600点的一个心理关口 对 这个外资啊 他们就润臭回补的情况下 其实也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之前我们有很多重大的政策 其实都有公布了 也是刺激整体马股啊 还有对经济的一个的前景 像是其实第12大马计划公布之后 还有跨国边境开放的利好消息 在国内的投资情绪 其实都有很大的改善的 我其中有看到 其实在上周 其实有好几天 其实大概都有 40亿到60亿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我想我们很久已经没有 没有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了 但其中是很明显的是 外资他们已经回来了 大家情绪就非常的高昂 你知道吗 但是股市的一个走势 究竟会不会再度让我们失望的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要探讨一下的 因为我在想说 会不会在这一周 Touchwood 会不会回头 就是上两周的一个涨幅 然后开始就是陷入一个 横摆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看到 国内其实是 之前国内因为受到 能源价格的牵动 其实都是不断跌的 但马股相反的 其实是不断的上涨 那随着最近国外的 那个整体的股市 他们都大幅来要去回谈之后 他到底能不能够支撑 马股 这样的那个1600点呢 我们就看本周到底会怎么样 好 来到本周看点 本周到底有什么看点呢 10月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吧 那接下来全球都会关注 市场的全球经济体的老二 也就是中国他们即将公布 他们第三季的GDP 不过我觉得虽然中国最近 面临着限电的问题啊 这样的数据可能是没办法 反映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状况的 因为第三季的GDP 只是反映7月到9月的 整体的经济走势 但是限电的话 它其实是最近几个星期 可能才发生了一个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限电 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可能要等到第四季 才会有具体的结果 对就是等下一份的数据出炉的时候 才能真正看到说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重的 那么再来回到我们国内的 这一周的星期五呢 大家可以关注即将要公布的CPI数据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说 国内的通膨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那我们国内会不会因为 目前正在上演的这一波能源危机 导致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走高呢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星期五的这一份数据 好的 接下来便邀请马里甲证券研究主管 刘里玉 路易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为国内外市场进行点评 路易您好 早上好 两位主持人好 是路易 路易想特别来要去请教你一个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上周 其实美国很多的银行 他们公布了他们的业绩财报嘛 整体表现其实都是超出市场预期啦 也是支撑美股在上周 大概是星期四星期五 其实都年续多日走高 您是什么去看待美股 接下来的走势呢 我相信这个涨潮我觉得还会持续 因为这个银行股呢 基本上他们的业绩都很不错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业绩当中 也是包含了在这个Summer holidays 所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的这一个 Copro earnings season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现象 现在的状况是 技术分析面处于这个 200天平均线以上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 expect 他们只是到这个200天 然后再反弹 结果他们真的是反弹了 所以我觉得他会继续的突破新高 那他的背后的支撑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recovery的status 所以我看到那个业绩报告的时候 基本上偏向蛮乐观的一个进度 好那再来的美联储 在上个星期呢 就有公布了Taple的这个路线图 那要是他们在下个月 11月份正式官宣 他们确定要启动 每个月缩减购买150美元的 这个国债的话的 Louis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是不是符合大众的预期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在探讨这个 到底Tapering会不会持续 这个时候缩减可能是OK的 最重要是会对美股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才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就讲了 要在2023年再Tapering 可是现在提早Tapering 可是并没有带来 很negative的impact towards那个top market 2013年的时候也是有叫做一个Tapering 当时也是有点一些QE的这个东西 可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继续走高 可是走高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就是可能是Earnings Recover 快速过这个缩减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它是缩减150亿 可是它还是继续在买着 120 billion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缩减是和这个市场的预期 我觉得它的减幅度是刚刚好 我觉得不会影响到 这个市场太过过利 好的了解 那我们也是来持续关注一下 通膨的问题 像是中美两国上周就公布了 生产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PPI的数据嘛 其实那一个的表现都相当的惊人 美国的PPI是超过8个percent 那中国更是超过了10个percent 它反映的其实是整体的能源价格 标准的问题嘛 但你是怎么去看待两个超级的经济体 的能源价格可能不断的上涨 生产的成本不断的上涨 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加深的冲击呢 我相信这个PPI指数 这些上涨是在 因为我们2020年的时候呢 就有了这个疫情嘛 整体的经济其实是缓慢下来 然后没有人在消费 那现在忽然间有一个 就是忽然间很多人都在 一直在大大的消费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导致到 整个的Oil prices 导致到这供应链都会上涨 这个是蛮正常的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比较的是2020年的这个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看去 可能2022年 versus 2021年的话 可能那个上涨就没有那么的高 我还是觉得这个 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问题 但如果现在来说 如果我们持续看到很多人 其实不理什么价格都去买 因为他们讲 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在过了这个疫情之后 他们大大的消费 那可能就会更加的冲击 这一个这个inflation更高 我觉得要看两点 这个暂时性到底是几场 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period 来做比较的话 那2021年这个base 才是比较准确性的 如果我们现在2021 versus 2020年的话 还是算一个low base的比较 如果我们在2022年 versus 2021年的话 那我们才可以看到 更加准确性的这个上涨 那过去几个月呢 其实我们看到欧美各国的代表 就一直不停地强调说 通胀只是暂时性的 我们现在只是处在一个过渡期而已 但是回到现实我们来看呢 现在能源的危机 还是一直持续地在发酵 包括一些出炉的经济数据 像是物价指数 还是一直在飙涨的 那Louis 你本身怎么看待这个通膨 这个问题呢 你觉得说这还只是暂时性的吗 还是我们真的是要去 更关注这一个危机 昨天我就是去找了一些资料 我看到的就是 这一个9月份的 还是year on year还是high year 现在来说呢 year on year肯定是比较明显的 有一个很大的涨幅 但是如果以month on month来说呢 慢慢normalize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要关注的就是 接下来三个月 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去消费 然后怎么样导致到这个能源上涨 是的 来到了本周 我想大家其实最关注的 还是中国即将公布的 第三季GDP的数据啦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 中国其实在今年以来 整体的经济其实在第一季时 经历了报复性的反弹 大概是达到双位数的成长嘛 可是来到第二季的时候 其实是有明显的放缓的 加起上最近几个月 经历了恒大债务的问题 然后最近又有限电 你是怎么去看待中国 第三季的经济成长呢 我觉得第三季的这个经济成长 可能会放缓一些 第二季的时候呢 基本上还是compare to 这个四到六月 四到六月基本上就是在 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 就是个low base effect 到18点多巴仙的这个上涨 那到了第三季 我们会看放缓下来 然后基于我的那个 Bloomberg的consensus 大概会在这个四到五巴仙 water basis 到四到五巴仙 到六巴仙之间的这范围徘徊啦 就不会上升太多 我们要了解到就是中国 也是会有这个winter olympics 在2022年的年头 那他们这个事件 其实会导致到中国呢 不要让到这个pollution那么高的话 他们在可能在第四季度的时候 可能也会放缓 所以可能这个winter olympics 会导致到这个 可能第三第四季度 开始慢慢放缓 大家就觉得 中国是比较照顾这个环境 after这个winter olympics 他们才慢慢的 开放回这个factories 好的 那回到马股这里呢 我们看到上一周 KLCI的指数呢 是一直比较难突破 1600点的这个关键主义位的 我们看到就是 好不容易站上去 但是因为套利 没有回落下来 那早上这一周呢 路易你是怎么样看待 接下来的一个走势行情 到底KLCI会继续突破上涨呢 还是会开始陷入横摆 暂时来说 我还是会看涨啦 然后呢 刚刚我转了去我平台 看了其实在1600点以上 觉得在budget之前呢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比较positive的一个现象 第二点是 我觉得在这一个budget之前呢 大家都会布局了 什么样的股呢 就是那种可能construction啦 property啦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利好马虎的现象 那1600点现在就已经突破了 如果今天站稳的话呢 基本上到budget来说呢 我觉得那个上涨的关键还是会有的 因为foreign funds还是继续的在持有买入这个股票 在过往的两到三个礼拜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帮忙之下加上这个budget的一个氛围之下呢 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千六关卡呢 是一定要突破的 然后原油价格再上涨到85 或者上涨到90的话 都会利好马来西亚 是的 感谢路易你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 每一个的股项的表现好了 像是Solar West 也就是我们懂的那一家的非常出名的太阳能的公司 他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是转战大马交易所的主板了嘛 从整体的财报来来去看 他们也是表现其实相当不错啦 像是最近也获得了总值大概是将近5亿令吉的新合约 那你又是如何点评Solar West 接下来的表现跟发展呢 我觉得Solar West 或者是讲整体来讲 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不错的一个segment 因为在全球或者是在我国这个policy当中 要达到这个零排碳的carbon neutral的policy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要朝着这个policy来走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要用green energy green energy也有可能几个吧 就是hydro 或者是biomass thermal 还有一些这个Solar 所以这几样东西其实就会导致到 我觉得这个Solar 这个太阳能renewable energy的发展 是会持续下去的 所以他们现在只是在不同地方 在马来西亚拿了一些contract 然后他们也是在beet着外国的contract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前景我觉得是蛮乐观的 暂时来说我觉得Solar的industry 还是有那一个前景 可是现在来说唯一的一费就是Solar panel 是在起这家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 所以会导致到它的cost是increased 然后可能它的近期里面的earnings 可能会偏低一点点 好的 我们在上周就有聊到不少的复苏股 但是唯独REITS的板块 我们都还没有聊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在周末期间的商场都开始恢复了人潮 那零售生意都开始慢慢pick up回来了 那各位投资者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一下 REITS的板块在接下来是有看头的 我非常鼓励大家去买入这个REITS 因为REITS一来可以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然后现在又有这个复苏股的这个催化剂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时机去买入 可是重点是要回到去过完这个dividend euro 因为现在他们只暂时有可能3-4%dividend euro 但是如果要回去他们辉煌时刻 可能6-8%dividend euro 那个downside REITS就是 现在那个international borders还没有up lifted 所以基本上外国的这个tourist没有办法进来的话 只是靠我们本地的消费者去消费的话 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可以反映到他们这个超级利好的这个earnings的出现 所以如果要超级复苏或者是你的dividend euro 到了这个5-6%dividend euro 甚至8%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需要的不只是domestic 而是这个international borders的这个open up international tourist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 所以如果你讲我比较看到哪一家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我们可以满快地分析 就是REITS也是有很多不同的segment的 比如有logistic的league related 然后比如有office 比如有hospital之类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朝向现在recovery的话呢 我们要retail malls 就是比如这个mebally 这个pavilion read 那个股民们可以这样子去分析 那如果你要讲可能office office的read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土 因为现在来说呢 很多公司就在开cost 然后他们讲可以work from home 有一个hybrid mode 所以其实他们office那些segment说小 可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就会看到比较多成长 所以如果讲在接下来两个quarter里面 我觉得成长最快的可能就是retail malls 然后after that ware housing还是可以sustain 因为在这个covid environment 基本上在这个时期时候呢 大家都是online shopping 这些都是e-commerce的帮助之下呢 这个ware housing的segment的这个read是比较看好的 这样谢谢Louis 你跟我们分析了这么多 让我们也是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意见 多多观众的提问 那我们来谈谈 让观众的提问来去让分析师解答好吗 国瑜量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分两个部分来问 就是全球经济是一part 然后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成长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好不好 那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看到的是Louis 是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成长率呢 现在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像是中美贸易啊 还有政治的一个因素等等 那Louis你认为说中国的经济成长呢 会不会保持稳定或是说可能会没有那么的顺利 甚至在明年会出现一个大萧条的情况 我反而觉得大萧条就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暂时来说呢 我们还是会看好第四季度的GDP 我觉得报复性消费是一个主题 然后在这个COVID完了之后呢 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其他地方消费的时候 他们也是会在domestic的消费 我觉得暂时来说稳定性还是在的 那第二点是COVID之后呢 因为都是大失血了 那他们怎么样刺激的情景呢 就是infrastructure跟construction 在未来的可能两到三个季度里面来说呢 我觉得每一个就好像美国也是要有这个infrastructure 我们本地也是要有infrastructure来刺激这个经济 所以我觉得在大失血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回复的话呢 基本上他们一定会刺激这个经济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走平稳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 COVID induced recession 其实不是financial的这个问题 只是一个疫情 可是看回去2008的时候是一个financial crisis financial crisis是基本上很多人都没有钱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去消费 不是全部人都在低迷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太敢就是过于积极的乐观你知道吗 因为过去实在是发生太多的一些黑天鹅的事件 是出乎我们的预料的 那我们都会觉得说 未来是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 对像是恒大的债务问题啊 还有那个能源危机 看起来最近市场其实是认为这两个的因素 其实像是黑天鹅的 当然我们也是不希望这样的一个的黑天的 其实会对整体经济造成比较大的一个的冲击了 那我想帮我们的观众再继续追问 另一个的问题就是 当然我们也是知道最近其实中美贸易的整体 好像有比较大的变化 尤其是两国元首通话之后 其实最近中美的整体的僵局 好像是有点逐步缓解了 你是又是怎么去看待整个可能中美贸易战 接下来的那个整体的发展 可能会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造成的影响呢 我觉得现在可能他们会放缓他们的这个语气 然后跟中国一起合作 可是我觉得不会放到晚 就是他们直接放一点点 然后就是跟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贸易的情况 然后导致到可能 因为拜登也是需要一些东西刺激经济 他还没有进入第一章的时候呢 他都已经开始持续这个僵局下去的话呢 对他自己可能是鼓励的 我觉得他是必须要放缓 然后后才慢慢打压下去 所以我觉得他放缓的时候呢 是现在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 然后我觉得这个会持续到可能 met term political development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可能就会慢慢的放缓 然后再讲我们有做出这个很好的经济 然后我们有跟这个中国也很好的联系 然后导致本地的这个状况也是变得好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令到这个中美奥义 没有这样的conflict先 然后过后才来更深入的去了解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像是Anthony Lee Genshion呢 他就有特别提问了一个的问题 那本周的马股走势也是值得关注了 那会不会在预算案到来之前 出现让人惊喜的表现呢 就刚刚其实分析师也是有提到 有一点了吧 可能没有说的很多 那我们来可不可以请分析师来要去谈谈 在预算案可能到来之前 马股的那一个的表现会不会让人惊喜 其实在12大马计划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说了一轮就是说 这一个12大马计划就是很靠近这个budget 2022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去布局 因为如果我们在去年讲了这个12大马计划 然后我们就可能就忘记了一些重点 可是刚刚好这个12大马计划在今年才发布呢 然后又很接近budget 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到 到底我马来西亚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Telco 我们看到Construction 我们看到Water Related的Property Sector 这几项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可以主宰这个月 所以我觉得在明年来说肯定只有这几个segment可以刺激经济 因为只要外面的人不能进来自己消费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要看好的就是Domestic Economy 如果我们要看好这一个budget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在看这该我们所说的那几个板块 所以那几个板块就是Construction Property Building Material Celco 还有Water Sector 所以这几个都是Domestic Economy 因为现在暂时来讲我们International borders还没有Uplifted 所以我们的International Tourism没有办法进来的话 我们唯有靠的就是这个Domestic Economy来刺激经济 然后导致到我们的布局也是要跟着这一个方向去走 那第二点就是在这个budget里面也是说到的就是 这一个要improve那个property in six states 就是要narrow这个economic gap 其中有两个我比较关注的这个state 就是Sarawas跟Sarawas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向去想的话 他们要怎样improve or narrow这个economic gap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在那边设立很多high-tech的东西 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很好的infrastructure 所以Sarawas也是一个范围 是的 好 那非常感谢Louis你为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也是给予很多的精辟的分析 都值得大家来去参考 我基本上也是觉得就是Louis说的 其实也是提得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整体的budget 2022来到的时候 其实在construction的这一块 还有很多不同的板块也是很值得大家关注 大家其实可以来到去稍微注意一下 相信很多的投行 还有很多的研究机构 在接下来的几天以内 也是会为大家来到去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财政预算案的展望 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这些的消息 是的 但是整体来说 Louis会不会认同这一点 就是这一周投资者在投资的 整体的部署上是移手 但是不移最多的 移手不移最多 适合守住 但是不应该再进一步追高这样子 我赞同你的说法 因为今天早上我也是看过了 这个叫做FBM Small Cap的这个index 基本上它是很一定 之前的这个高 在17500点的这个范围 而它也是已经上涨了这个两周 所以我觉得可以不用加码 就是可以守着就好了 然后到了一个回调的时候 你就套利 这样子是比较make sense的一个做法 是的 好那非常感谢Louis你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析 感谢你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Louis 财经股市是BFM财经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早上九点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和YouTube频道同步live播出 同时你也可以到各大的podcast平台 去找到我们的节目 比如像是Spotify Google 还有Apple Podcast等等 收听到本期的节目 那同时大家也可以点击like跟关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要是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直接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下周再见